加州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EMS10月20日举办社区照顾者、艺术家和活动家如何讲好鸭台一故事主题研讨会 邀请五个相关组织介绍他们正在挑战传统护理视角,改变社区中存在问题的叙述方式 在仇外心理和刻板印象不断加剧的当下,用艺术来传递压抑美国人、太平洋岛民和夏威夷原住民社区的集体声音 通过创作艺术世界作品来反映和强化文化身份 同时也分享了所在社区的护理工作,如何应对各种社会挑战,工作中的复杂性 以及不同文化间的社区护理方式对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 犹他州太平洋岛民丰富艺术协会主任卡拉尼·汤家·图库阿富表示 基于数据发现,50%看护人有5年以上经验,67%没有相关经验 只有26%的人获得一些支持 希望社区照顾人员可以获得所需资源,为亚太裔提供更为全面的护理 也希望通过和社区、媒体合作,开展一系列广泛的活动,实现社区桥梁的作用 亚裔美国人联合会临时执行主任妮塔·帕特尔指出 面对开发商想要开发中国城的计划 目标是团结一致保存和保护费城的中国城文化遗产和土地资源 不仅关乎中国城,也关乎生活被商品化 这会影响到整个区域、社区 下一步将继续讲述更多故事 并邀请城市官员、多语言社区及移民加入,努力捍卫中国城 全美亚太老龄中心传播与活动执行经理班尼赖表示 今年,他们和一系列的组织加强合作 先后采访了来自南印度、日本和泰国的移民看护人和他们的照顾对象 这些采访都是第十拍 真实反映了看护与被看护人的生活 他指出,养老问题是大家迟早会思考的问题 要注意文化的敏感性 了解各族裔的文化传统及禁忌 召应到当地特定社区 也要有更多的同情和共情 提供情绪上的支持 亚美资源工作坊执行主任戴安娜拉·里维拉指出 其机构主要关注亚太裔边缘社区的住房和移民问题 并为他们提供保护 他们近年搜集了不少亚太裔互相关爱、互相支持的故事 这些故事反映了亚太裔如何看待自己 以及如何看待第二故乡、美国和整个世界 他表示,除了社会工作者外 现在不同族裔的艺术家、画家、作家、诗人、摄影家也加入进来 一起看护亚太裔社区 SEED项目联合执行主任杰西卡·艾克尔斯托弗表示 他们目前正在运行一个搜集和保存东南亚地区移民故事的项目 通过艺术和医学之外的空间和年长者互动 为老人创造一个整体疗愈的氛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